我相信2017-2020 才行特首 再行立法會 當然 2017 才行特首 2017 2020 立法會 但當然這是一個了農來的 我都告訴你 一定有限制 還有它所謂的普選會不會是一人一票 有沒有很懷疑 一人一票 這個沒得說 所以有輸了 就是篩選 我聽見外國陣營放封過來說 全部可以商量這些 社民連日多幾件會不會好些 全部 全部 你們現在所要求的東西全部可以商量 廢除委任制 這些東西全部可以商量 但是共產黨 是一樣東西不可以商量 就是那個政黨不能夠 不能夠說反對一黨專政 這件事不能夠商量 如果我是共產黨的 我不熟成 因為是熟成 你們那些小朋友被你蓋外路做我熟成化 我outlaw了所有國家政策的行件 你知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成本的問題 這個很容易 用鐵血去管治香港 我可以告訴你 你首先要宣佈戒嚴 那那些傢伙都走了 我問你 你要拘捕 是啊 不用拘捕 香港拘捕五百人以後就沒有人敢發聲 封了所有的報紙和傳媒 包括你在內 是啊 對中國經濟的損落是多大 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你告訴他 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是不值得這樣做的嘛 我舉個最佳例子給你聽的是 當一個地方去管一塊新的地方 他一定要減低管治成本的 其實帝國主義崩潰 其實主要問題是 最後那個成本太貴了 自己崩潰 管不了 根本在解放之前 帝國主義在中國 已經不停把地方交回給中國政府 因為那些中國人不肯做信民給他統治嘛 去到四幾年就沒有了租界的了 只剩下一個租界就是新界的 你知道嗎 是香港 丘吉爾說 這是我們用戰爭打贏的 你不能夠拿回 是香港說不定的嘛 其他以前 漢口 天津 上海租界 全部都交回給中國 全部都不要了 那時候之前都準備打的 就是 都 共產黨打算放大台灣 然後準備 打算 打算毛澤東的算盤就是 你打碰了國民黨先 才對付英帝國主義分子 所以就打到深圳就停了 其實那時候 西南的地方都被掃蕩 掃蕩了西南 還有海南島和台灣 不要到處樹敵才搞定這些東西 怎麽也搞 搞定了海南島 然後就爆發了寒戰 一爆發了寒戰 美台簽了合同 第七艦隊進駐台海 台灣站在那裡 這個歐洲西方國家禁運中國 所有藥和燃料都是透過香港走私入口 他發現 不可以收回香港 那些特務怎麽出國呢 你知不知 不是透過香港走下來香港 那是窗口來的 毛澤東話 要吐氣的 不然我們收不到世界訊息 就是這樣 那姜慈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周恩來和英國外交部 是達成了協議 在刪的條件之下 長期利用香港 困定香港局面 第一就是 不能作為反共基地 不能夠讓台灣人說 不能夠搞民主 他們說的真是好笑 八幾年之前 為何香港不搞民主 英國在全世界都搞民主 香港不搞民主 因為北京不准 因為經搞民主 香港就變成獨立 英國全世界都是搞自治的 自治是減低管治成本的 為何香港不讓你選擇 因為北京不准 然後你說 為何英國人不讓你選擇 因為你不准 你就賴我 你知道嗎 這是事實來的 第三個條件是什麽 不能夠國民黨作為反共中心 不能夠作為國際反華的 革命中心 這三個條件是有文件的 就是這三個條件是 現在就是 現在越來越搞 20122017那麼多反革命動 不只是黨家 現在都不知道怎麽收貨 我們共產黨 很投堂 你又不可以 就是給好像 就是 逐步開放 逐步 他無法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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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中央不明白 就可以由你們搞 其實 你搞不了什麽出來的 我可以任你 最惡的那個 是玉敏和祥福 買兩句口號 你會不會造反 你真是哪裏會造反 你真是哪裏會造反 他會拘捕你的 他又是解放軍 其實你會害怕 被人做不到特首 你只惡到立法會議員 特首選舉 你都不會處得動 那些人 就算選到 你都不會做什麼 他馬上架空你 還有那些委任制的人 他要廢除委任制 是不是變成立法局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民選 立法會特首 直接一人一票選 下一屆 以現在的聲望來講 最大機會是犯罪勵態 如果全香港的民選 機會是沒有人夠 犯罪勵態 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選了人出來 是不會跟中央抹桌 做特首那個 你找到我們來搞 你怎麼知道 香港人是很實際的 香港人是 現在我們選 長毛毓民的 又去吵他就可以 你選他執政 就已經走了一半了 你真是 這次那些人 他會不會又改這個選舉制度 97之前就單 single single consultuance single member 現在就是multi member consultuance 搞到有這麼多反革 不可以 對民建聯有不利 單議席單票 民建聯有其輸了 為了有什麼事 連根拔棄了民建聯 什麼都過不了他就死了 現在的制度是不合理的 非奴非馬 非奴非馬 單議席單票制 就是令到政權穩定的 你看見 單議席單票制 一定成為兩黨制 因為 你基本上 在每一個constituency 裡面 你都超過五成 投票裡面 於是 根據博弈論 雙方的政見 就不停向中央靠攏 結果兩個分不到為止 你知道嗎 你偏激的一定輸 因為你拿得少數票 一定輸 但是那些大黨就贏了 其實一路 英國這樣 Libro 以前跟工黨差很少 但是他一少個某個數 他就少很多值 因為單議席單票制 那邊會輸 單議會輸 多少數都是 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就是 那些minority 就是受保護 也有很多代表 但是 政府是長期不穩定的 Fragmantle 你現在看歐洲 這個 戰後 意大利已經倒了七十次國 已經 倒了七十次國 以大利 換了七十個總理 以德國那兩個制裏 有一半議席就是 政府的議席 現在多數人都是採取這個 因為 純粹不要說政治的得失 你問我 最合理的 就是 六七成是單議席單票 有三成是 是要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 你就沒理由 剪開五區的比例代表制 這是荒謬的 你明白嗎 這個Party List 這樣傳到德國這樣 是要傳到香港的 沒有理由 香港島的一個比例 這個一個比例 這個一個比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制 這些是 非勞非馬 不公平 這樣也能夠保住民建聯的某一些印證 某一些 但是他一定會做到大多數 是的 當然他不肯 這樣 但是現在就是 共產黨一個挖住的政筆 他又說 2012年 又拍八 2017歲 不是他現在 不是他無謂給你們好處 為什麼是給你們處理的問題